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下一句话说 He is therefore forgiven if late for a dinner party 因此啊,他如果要是参加一个晚餐的聚会来晚了的话呢 他可以被原谅 我们注意到这里面,if late for a dinner party 这个if里面省略了主语跟必动词 如果写全的话应该是if he is late for a dinner party 因为if它是个连词,我们必须跟一个完整的句子猜对 我们跟在成分残缺一定是被省略了 省略的时候呢,符合咱们说的原则 大家还记不记得,壮语从句省略的原则是什么 李老师多次强调过 第一个条件是壮语从句主语跟主就主语统一 本文中if he is这个he,就是主就主语he 就是指同一个人呢 第二个条件是壮语从句的谓语是必动词 谓语动词是必动词 后面he is late,这个his后面跟了必动词了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把做主语的 这个主语跟其后必动词同时是省略 本文中省略之后,只剩下if late for a dinner party 这是符合咱们说的省的原则 无论是什么壮语从句都一样 这个是条件壮语从句 咱们看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咱们以前看过的时间壮语从句 金属热胀冷缩 金属被加热之后会膨胀 被冷却之后会收缩 这个被加热之后 when they are heated 这个they are整个被去掉了 为什么呢?因为从句里面这个they 就是主语之为metals嘛 这个金属的复数嘛 后面几个都是必动词 那么they are同时去掉 只剩下when heated就好了 那么受冷之后呢 冷却之后会收缩 contract when they are cooled 跟前面同一个原因 they就是metals 后面跟并动词去掉 只剩下when cooled 这是时间壮语从句 壮语从句都一样 咱们再复习一个 让步壮语从句 Francis Preston Blair Jr. 我们看白颜色的主句 Lived and practiced in Missouri 这个人叫小 Francis Preston Blair 这个名字后面加JR 李老师已经说过 这个翻译成小什么什么 说明父子同名 爸爸跟儿子起同一个名字 在爸爸名字后面加个SR一点 咱们读成Senior 儿子名字后面加Jr 这JR一点就好了 这小FPB这个人 生活和工作都在密苏里州 这个practice表示 律师或医生 拿着执照在工作 生活工作在密苏里州 但是尽管出生在肯塔吉州 这个从句插到了主句中间了 但是although he was born he was被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从句主语 he 就是前面那个小FPB 就是这个人 其后跟的是必动词 那么he was被去掉 只是although born in Kentucky 这是这个让步壮语从句 它也是壮语从句符合的条件 咱们再复习 再复习35课 162页第五行到第六行 162页的第五行到第六行 有这么一句话 judges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are human and can make mistakes 这个黄颜色的 又是一个让步壮语从句 放到了主句的中间 主句是这个法官 他也是人可能会犯错 中间让步壮语从句 只剩下了一个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为什么后面省的they are 无论他们是 多么的明智 多么的杰出 这个they就是主旧主义judges 就是法官 后面整个都是被动词 所以they are两个词 同时被去掉了 对吧 这也是符合咱们说的省力原则 再看一句话 就是166页的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166页十一到第十二行 这里面说 while on the walking tour with his wife he stopped to work to talk to a workman 当他跟他老婆在一次徒步旅行期间 他停下来跟一个工人在交谈 while he was 这个he was被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他就是主旧主义他统一了 后面跟的是必动词was 整个去掉只剩下while加切词 with his wife 看到这是状语从语的省略 但一般来说 这两个条件要满足 主义同意 状语从语的位语是必动词 那么只有一个情况呢 可以违背这个原则 什么情况 就是大家记住 如果状语从语的主语 是虚止的主语it 虚主义it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主语it 跟后面的必动词同时省略 它后面也必须是必动词 但这个主语可以不考虑 跟主旧主义同意 但是它的主语必须是虚主义it 此话怎么讲呢 咱们还是看一个例子 We'll resolve the Taiwan issue 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 怎么解决呢 with peaceful means when ever possible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你注意when ever possible 这后面省略了when it is ever possible 这个it虚止的主语it 这个后面尽管 它跟主旧主义不同意 主旧主义是我们的 我们经过不同意 但它是it跟后面的必动词is 就可以同时去掉 你看它的状语从旧主义是it 其后仅跟必动词 那么也可以同时去掉 也尽可能的情况下 然后后面呢 with force when necessary 在必要的时候 用这个无力的方式 来解决他们问题 这个when necessary 一样省掉了when it is necessary 这个it跟后面的必动词is 同时被去掉了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条件 状语从旧主义跟主旧主义统一 状语从旧位于是必动词 两个都满足了 就可以把它同时去掉 就好了 这是状语从旧省略 多数是复习 好咱们接着再回到文中 接着往后来看 but people are often reproached for impunctuality when there are only for these cutting things fine 但是在一种情况下呢 这个人们经常会受到了指责 为什么呢 就因为它的不准时 在什么情况下 就当他们唯一的缺点过时 就是掐中点 总是将将杆杆杆 就掐着最后那个中点 踩着零进来这种 他们常常会迟到 这个前面没什么说的 be reproached 是被指责 尤其是未能做到某事 按时来是应该做到的事 没有能做到 用reproach 这个词汇中咱们讲过 另外unpunctuality呢 就是不准时 punctuality前面加疑问 否定此头 这个fault 就是缺点过时 这都简单 看后面出现个习语 叫cut things fine 字面意思 可能是把东西切割得很好 但这里面是表示掐中点 什么意思 就是时间上不留余地 掐着中点 我估计路上五分钟 那我提前五分钟出门 但是你万一路上出事呢 这就非晚不可了 这就叫掐中点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进一步加强理解 he cut things fine by reaching the classroom only twenty seconds before the bell rang 他掐中点 怎么掐中点呢 就是在铃声响 之前紧接二十秒钟 到了教室了 就稍微再晚一点的话 上课就迟到了 这就叫cut things fine 就是时间上不留任何余地 好像是吧 东西边缘切得刚刚好 一点也不大 一点也不小 歪了一点 这大小就不合适了 就这个意思 他这唯一的缺点过失 就掐中点 这个时候呢 你多留到余地 不替对方着想 这个时候可能会受到职责 我们说 it is hard for energetic quick minded people to waste time so they are often tempted to finish a job before sending out to keep an appointment 好了 他就解释一下 这帮人为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要掐中点了 你看他 因为这帮人 时间很宝贵 咱们看看 巨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这个白颜色的 依然是句子主句 那白颜色是主句 主句前面那个 it is hard for energetic quick minded people 前面的it 还是形式主句 所以这 对于这些 精力充沛的 头脑敏捷的人来说 是很困难的 哪个事很困难呢 真正主句是 在里边 位于这个主句句末的 to waste time 动词不定是 是真正主句 就是浪费时间 对他们来说 是很困难的事 他们一般不会浪费时间 energetic 精力充沛的 quick minded 就是头脑敏捷的人来说 这浪费时间是很难的 因此怎么样呢 so there are often 我们说的so 或者so that 后面这个连词 that加不加都行 有两个意思 李老师多次说过 第一个翻译成因此 第二个翻译成以便于 怎么区分呢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咱们看从句中 是否出现了情态动词 may might could would 因为中文就是以便于能够 以便于可以 如果在从句中 没有出现情态动词 那不出意外的话 一般就是soy了 在本文中 我们是they are 没有情态动词 那么一般 我们发现是soy好的 这是结果状语从句 以便于是目的状语从句 在这我们看是结果 结果什么呢 因此 他们经常 很想怎么样 很想 完成工作之后 然后再出发 去赴一个约会 你看这个 be tempted to do 这个不是被诱惑做模式 就很想很想做模式 这个作为习语 咱们一会儿和重点说 叫做be tempted to do 很想做模式 然后呢 很想干嘛呢 完成工作 before before是后面 跟了一个时间状语 before我们说词性的有三个 副词 借词 连词都行 在这做什么词 当然是借词 后面看before setting out setting是动名词了 这等于是借词加动名词 端语做避语 那么before 好多种翻译方法 你在这边把它翻译成 在出发赴约之前 先完成工作 也不能算错 但是把before翻译成 然后好一些吧 因此他们很想的 完成工作 然后再出发去赴约 这么翻译更符合中文特征 所以before的翻译 特别灵活 李老师说过 可以翻译成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set out 是动身出发 咱们在第十课 泰坦尼克尔的沉默 就讲过 然后后面那个协题字 这个to keep an appointment 当然是出去赴约 是动词不定试 做时间状语内部的 一个目的状语 出发干嘛呢 去赴约会的 keep an appointment 是赴约会 咱们一会儿会看这个答案 好 那文法看完之后 咱们来看一看 大家可能觉得 第一次出现的这个be tempted to do 或者用feel tempted to do 就是很想做模式 不要翻译成被诱惑做模式 就是很想 他们很想完成工作 完了之后 再出门赴约 我们看看例子 I feel tempted to take a day off 哎呀 我很想请一天假 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太忙了 take a day off 叫请一天的假 take off 是表示请假的意思 请一天的假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sever time since she has been tempted to ring him up her pride however would not let her to do so 从那以后 有好几次 这个事宜呢 怎么样 他很想呢 跟这个男的打个电话 ring somebody up 这比较英式的用法 就给某人挂一个 打一个电话 这个意思 但是他的这个 自尊心自豪感呢 然而 却不让他这么做 就是他惹了我了 现在我给他打电话 不行 我得等他主动来跟我联系 就这么一个 就从那以后 好几次他都很想给这个 男孩可能是他男朋友了 打个电话 但是女孩子 这个尊严 这个自豪感 这个pride 然后却不让他这么做 他就拉不下面子来 女孩子先跟他去道歉 不可能的 你跟我来道歉 这个 那个be tempted to do 或feel tempted to do 就很想做模式 本文中也是这样 就很想怎么样呢 finish a job 先完成一个工作 before 然后动身出发 去赴约 set up 是动身出发 不强谈方式 甭管是出门走着走 是坐车 坐地铁 还是骑驢 怎么去都行 只要动身出发就行 去干嘛呢 去这个赴约会 这个appointment 表示约会 但是这个约会呢 一般都是办事情 去那见律师 见医生 或者公务上的一个客户 这个约会叫appointment 但是男女朋友 这个约会一般叫date D-A-T 这个是浪漫的 romantic 是一个浪漫的这么个约会 但appointment 一般是办事情 那么这个好几个搭配 常见搭配 有一个约会 叫have an appointment I have an appointment this afternoon 我今天下午有约会 就有约 同样的定约 就make an appointment I'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you 我想跟你定一个约会 定一个约会 用制作出来就好了 本文中这个叫复约 就keep an appointment 就要保持这个约会 等成立 为什么 我到那去了 这约会不就成立了吗 用保持这个词 就去复约 本文中启程动身 这个动身去复约 同样的取消一个约会 就cancel an appointment 取消 cancel取消的意思 这个好记得 还有一个呢 就break an appointment 什么意思 叫爽约 当然并不是约会很爽 哎呀约会很爽 不是那个爽 就是没有能去呗 把约会给打碎了 叫做爽约 就是定好了约会 没有去 说话不算数 所以have an appointment 有约 make an appointment 定约 keep an appointment 复约 cancel an appointment 取消约会 break an appointment 叫爽约 就定了约会 却没有去 这可以顺便 就是本文中呢 keep an appointment 就去复约 出去复约会之前 那先要完成这个工作 后面说 那作者说 如果要是一切正常的话呢 按说呢 可能能到 就是后面说了 if no accidents occur on the way like punctured tires divergence of traffic sudden descend or fork they will be on time 作者说 如果要是 在路上呢 没有出意外事故的话 像什么 轮胎被扎了 像什么交通改道 或者是什么 突然下雾了 他们可以准时 抵达 这个他们约会的地点 这个咱们先看看 具义法成功的分析 前面那个黄颜色的整个 可以看作一个 让这个条件状行从举 如果 如果没有任何事情 在路上发生的话 on the way 表示在去约会的这个路上 on 就在什么图中或路上 中文是图中或路上的 英语中都有on 那么它后面呢 就列举了几个 后面这一大段话横线 你可以看作作前面 exion的同位语 是可以的 叫什么事故呢 你像比如轮胎被扎了 punchered tires 就是被扎了的轮胎 怎么就中文翻译着 轮胎被扎了 puncher是扎了一个小眼 这个意思 对吧 被扎了 过去分子当熊子了 然后呢 diversion 一般是交通改道 由于这个地方施工 可能要换一个路来走了 就是交通的车辆的改道 或者sun descent fog 大家注意 descent是名词 就下降的意思 放在这儿呢 就突然间下雾了 突然间下雾了 可能这个车就开不快了 descent是名词 咱们以前见过动词形式是descend 这个变化不会走 把字母t去掉之后 换成字母d descend是动词 但名词不是descendation 没有这样的词 descend d去掉换成字母t就好了 那怎么样 它们将能够on time是准时了 能够准时到达 这里面的细节呢 咱们第一个先看一看 那个被扎了的轮胎 就轮胎扎了 咱们复习一下 在词后中讲过 经常跟轮胎搭配的 几个形式修饰 第一个 a flat tire 一个平的轮胎 叫轮胎没气了 平了呗 贴到里面上 a flat 那burst tire 就轮胎放炮了 burst就爆炸了 爆破了 那同样的puncher 就被扎的 这个轮胎被扎了 这都想经常修饰这个 这个轮胎 轮胎有两个版本 在左边这个tyre 是英联邦国家 后面的tyre是没事的 这个两个都行 这是指轮胎 这个啊 好 这是轮胎被扎了 那么后面说 还有呢 是下午 这个交通改道了 交通改道用divergent这个词 咱们看看这个具体的英文解释 怎么叫改道 我们先大声给老师读一下 divergent divergent 这个词叫交通改道 那表示交通改道 这个含义 它相当于美式 用你的detour d-e-t-o-u-r 在美国用这个词多一些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遍 detour detour 什么意思呢 a different way the traffic is sent when the usual roads are closed 就是呢 我们交通车辆 被送到的另外一条路上来走 当通常的这些道路被封的时候 就今天可能这个路呢 正在修路 或者今天呢 这个地方特殊的一些情况 路被封了 那么这个车辆 被指引到 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走 这个现象叫交通改道 我们再读一遍 divergent 再读美式版本 detour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比如说 they turned back because of traffic divergence 今天因为交通改道 所以呢 它被迫把车又开回来了 那个路不 这个路不通了 车要开回来 然后再绕一下才行 这个感觉叫divergent 就是如果没有感觉交通改道 改道的话 绕远可能就会迟到 或者sudden 就是突然间的 descent 是名词下降 它的动词形式就是descend descend也可以表示 什么雾啊 雨啊 雪的下降 也行 这个时候可以换成 短语 cumb down 直接下雾 这个动词可以用它 注意名词是descend 动词是descend 用这个这个 这个动词 或者等于 同意的动词 cumb down 咱们也是通过一些 简单的例子看一看 a dense fog came down or a dense fog descended in the afternoon 在下午 天下起了浓雾 这个dense 叫密的 浓的 对吧 天上下起了浓雾 这个 cumb down和descend 下降 那么如果 雾散了呢 可以用这几个动词 用lift clear和disperse 都行 lip是升起来了 clear是变 变清楚了 disperse 刚好中间 向四面八方散开 都可以指大雾的消散 主语都可以用雾 我分别再读一下 这几个动词 lift clear disperse 都能表示雾消散了 雾散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fog had lifted 或者the fog has cleared 或者the fog had dispersed by late morning 什么叫late morning呢 就上午的晚些时候 就快到中午的时候 上午快结束的时候 在近午 接近中午的时候呢 大雾散去了 太阳出来之后 雾就慢慢散了 这是雾下降下来 和雾散 一些动词 本文中呢 雾散用的名词 把descend 换成descend 就好了 那么如果没有 如果这些情况的话 他们会准时到达 我们说 they are often more industrious useful citizens than those who never late 就是说 这他们呢 往往啊 是一些更勤劳的 更有用的一些公民 比什么呢 than those 比那些 哪些人 在这定义从巨 who are never late 比从不迟到的人呢 往往要更勤劳 它更有用 这个里面 这个those 不能缓成they 李老师说过 做定义从巨的先行词 在当代英语中 咱们一般不能用人称代词 而用指示代词 就是不能用你 我他 你们 我们他们 可以用这个 那个 这些 那些 这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those 不能缓成they 在当代英语中 是不可以的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个一句 他说那些 这个这个 总不迟到的人呢 天天大闲人 有的是功夫 而那些往往会迟到的人 往往是工作特别忙碌的 他们可能更有用 好 后面说 the over punctual can be as much a trial as the impunctual 就是说过犹不及 来早的人呢 可能跟迟到的人一样 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讨厌的家伙 over punctual 这over做四头 我们表现过分的超过什么限度 impunctual是不准时 over punctual是过分准时了 怎么就过分准时 来得太早了 对 那你晚上八点来 结果头俩月就来了 来太早了 这个 也很讨厌 这个主人家里还没准备好呢 还没起床呢 他就来了 这个里边我们看看 as much a trial as the impunctual 这个trial该怎么来理解 这个trial一般用在固定搭配里边 对某人来说是个头疼的家伙 这个trial本身可以变成头疼的家伙 这个搭配叫be a trial to somebody 或者就令某人头疼 令他讨厌 我们可以大声来读一下这个名字 trial trial 放在一块就令这个人头疼 或者令他讨厌就好了 我们同样看一个简单例子 she was a trial to her parents when she was younger 而这个女孩子在她更小的时候 对她妈妈来父母亲来说特别讨厌 就是让她特别头疼 这个孩子特别不听话 大了之后可能好一些了 这女孩子更小的时候呢 让她的父母亲特别头疼 特别讨厌 特别不听话 别这么说 本文中也是啊 你这个过分准时 这来得太早的人呢 让人很讨厌 跟什么一样 跟那些过分准时 跟那些不准时的人一样 这个很讨厌 这个里面出现一个as much as 这个搭配 咱们顺便给同时看一看 as much as可以翻译成 和什么什么一样 或者翻译成就等于 as much as 翻译成和什么什么一样 或者就等于什么 就那些过分准时 来得太早的人 跟不准时人是一样的 一样都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我们看看一些简单例子 that is as much as to say I'm a liar 你这就等于是说 我是个骗子 你说等于说我在撒谎吗 as much as 和什么什么是一样的 就等于什么什么 as much as 可以怎么来说 再看一个例子 I hope you have as much fun as I did 我希望你有和我一样多的快乐的开心 我说我在那玩得很开心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的开心 fun有趣快乐开心 可以团用它 像什么什么一样 同样我说 他跟他的爸爸一样 是令人很厌烦的一个家伙 你看我可以说 he is as much a bore as his father 就很无聊的人 bore就是生活中很无趣 太平淡 很无聊的人 跟他爸爸一样 特别特别的很无聊 he is as much a bore as his father 那么下面自个儿都可以说一个了 比如这个女孩子 和他妈妈一样是个美女 跟他妈妈一样是美女 beauty可以叫美女吧 翻译区应该是 she is as much a beauty as her mother 就好了 所以这个as much as 可以发现就等于什么什么 或者和什么什么一样 本文中就是 哎呀那些早来的人 和迟到的人一样 都是令人头疼讨厌的家伙 叫as much a 这些句子 我们不妨把它看一看 甚至把它记下来 把它背起来 好 后面再接着来看 第十二句 他说 The guest who arrives half an hour too soon is the greatest nuisance 就是那些早来大概半个小时的人 这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了 这个nuisance 其实就类似于刚才那个trial 都是表示令人头疼讨厌的家伙 两句的相邻 做了个名词替换而已 好 我们先看前面那个 the guest who arrived half an hour too soon 那too soon怎么翻译呢 其实就是早了多少时间 有的时候把这too soon 你可以问到too early 早了一小时 早了一年 早了三个月 可以把这段时间放到前面去 后面加too early 或too soon都行 你比如说 he arrived ten minutes too early 他早来了十分钟 ten minutes too early 就早了十分钟 当然也能说too soon都可以 那么同学立刻想到 那晚了多少分钟 晚了多少时间怎么说呢 在一段时间之后 后面加too late 叫晚了多久 晚了多久 你比如说 he arrived ten minutes too late 他晚来了十分钟 约定是八点 八点十分到晚了十分钟 一段时间后面加too late 晚了多久 这作为固定搭配 作为语言习惯 大家记住 还是那句话 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特别在新概念看过 咱们就特别慈时 特别放心 这个nuisance 句末这个咱们再看一看 就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有的是指动写性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nuisance nuisan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a thing person or situation that is annoying or causes trouble or problems 一个东西 一个人 或者一个情况 怎么样呢 是令人生气的 或者是惹麻烦 惹出一些问题的 就是特别讨厌的 令人非常 这个惹麻烦的 讨厌的人 或事情 或家伙 或情况 等等等等 这个都可以 咱们同样也可以看一些 我说我说我不想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所以如果你要想一个人带着话 你就告诉我 别不好意思的 要不然你又不好意思的说我坐在旁边让你讨厌 那都不合适啊 我不想做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所以你要想一个人想独处 你就很直接跟我说 那么就走掉就可以了 我们再读一下 Nuisance 这个Nuisance 就是上一句话里面的trial 这是同一词替换 好 我们进步说 Some friends of my family had this irritating habit 他说我家呀 有一些朋友呢 就有这个令人生气的这么一个毛病 habit就是习惯 前面那个irritating 叫令人气愤的 令人讨厌的 它来自动词irritate 就是寂寞令他生气 动词原型当然是把ing去掉 再加字母1 irritating就是令人气愤 令人生气的这么一个出毛病 我们说 The only thing to do was ask them to come half an hour later than the other guests 做得很幽默 说那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让他们呢 比其他的客人晚来那么十分钟 那么晚来半小时 晚来半小时的话呢 他们就刚好准时可以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The only thing to do was The only thing是主语 to do是后制定语 唯一的能做的事 是什么呢 What是系动词 是主系 后面的ask them到句末的黄言词 当然是表语了 所以整个句子是主语 The only thing to do 系动词was 在后面加表语 这表语呢 是动词不定识 充当表语 但动词不定识里 前面省掉了to 写全是was to ask them 动词不定识做表语 动词不定识属于非为语动词 非为语动词除了为语之外 都可以充当 做表语当然也可以 这个to为什么能去掉呢 因为前面出现了十一动词do 如果前面出现了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做表语的不定识符号to 可以去掉 不去掉也算正确 但一般能去掉的话 咱们一般都去掉了 去掉更好一些 如果前面没有这个do呢 没有十一动词do 那么表语用不定识 这个to是必须写出来的 不能省略了 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 一会儿会进一步讲得更细致 然后ask them to come 让他们来 什么是来呢 half an hour later than other guests 是牵套在表语里面内部的 一个时间状态 就是比其他客人 要晚来那么半个小时 half an hour是半钟头 半个小时 这个曲子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知识 就是动词不定识 做表语的省略问题 这个是个小的知识点 大家在写作中 要把它注意 不要用错 用的高级语法成分 用错了 弄巧成拙了就 我们看看这个知识 动词不定识to do 在做表语时 如果前面 就是同一句话了 在前面出现了十亿动词do 注动词不行 一定是有实在含义的动词 那个表示注动词的 什么do that's didn't 那不行 十亿动词do 那么常常可以去掉后门的 动词不定是里门的 这个不定是符号to 但我说常可以去掉 不去掉也是正确 如果去掉也对 加上也对 咱们一般就去掉了 就不加了 同样咱们 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看一个英文歌的一个片段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这个歌的名字就是这个 叫只有寻梦去 就是一个孪生兄弟组合 在美国好多年前一个老歌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这是主席表结构 主语是all I have to do 对吧 这是主语从句来 然后后面is是系动词 dream是表语 前面省的to 写全了All I have to do is to dream 那个to被去掉 为什么 前面说All I have to do 这个do是十一动词 不是主动词 后面那个to被去掉了 写上也是正确的 但一般能去掉的话 咱们一般都去掉了 好 再比如说 再看一个例子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now is right or no apology 现在你能做的最好的事 就是给他写一封道歉信来 The bad thing you can do now 前面出现十一动词do 这个do是不是做 不是主动词了 后面is right or an apology right前面动词不定词 符号to被去掉了 所以right在这用动词原型 因为它其实是动词不定词 里面的那个动词 那么do加上之后 后面那个to 一般我们能去掉 一般就都去掉了 这个但是下面的句子里 就必须有to 下面省略to就错了 我们看这个例子 All I wanted was to help him 我所有能做的 我所有想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去帮助他 All I wanted 一般我就是当时了 当时所有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去帮助他 但如果用 All I wanted to do was help him 一般就把那个to去掉了 如果没有十一动词do的话 这个to是必须有的 这个知识连到了四次后还会碰到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四次的第一课 Finding fossil man 发现化石人 四次的第一个 The only way that they can preserve the history is to recount it as sagas Legend hasn't done from one generation of their teller to another 就唯一的他们能够保存 他们历史的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sagas这个方式 来讲述这个历史 这个recount是讲述的意思 后面那个it呢 就是前面那个history 历史嘛 讲述历史 作为英雄传说这个方式 来讲述历史 英雄传说是什么 sagat后面的名词端语 是做前面sagat的同位 那么你看这个 前面主义是the only way that they can preserve history 这是名词端语 后面加的定语从句 还是名词端语 对吧 然后呢 系动词 yes 后面是动词不定词 做这个表语了 主系表结构 为什么to没有去掉 因为前面没有出现 十一动词do 所以后面的to被写出来了 这是动词不定词 做表语是生理的原则 那么是我们立刻想象到了 有一个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动词不定词 做那个but和except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做它的编语的时候 这个to有的时候 也可以省略 而且省略的原则呢 跟我们这个地方特别像 不妨一块来挤 就是动词不定词 如果做except或者but 这个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些借次的编语 这个时候如果前面出现 十一动词do 则常常去掉 动词不定词 或者to 这个省略 跟我们这个知识点很类似 对吧 我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除了抱怨 他们每期没有做任何事情 they did nothing 前面出现 十一动词do 是错呀 有实在含义的 but complain 或者except complain 本来是but to complain 这个to可以被去掉了 好了 再语用说 I've done everything you wanted but or except make the best 除了这个铺床之外呢 我把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 这个都完成了 就查这个词了 except 或者but make the best 前面出现十一动词do 这单的来自do吗 做吗 做吗 是一个实在含义的 并不是住动词 那后面这个to就可以去掉 但下面句子中就必须有to We have no choice but or except to wait here 我们除了在这儿等待 别无选择 动词不定式 做了but和except的并语 在这儿 前面为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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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为什么加to呢 前面没有出现十一动词do We have no choice 没有do does did 这种十一动词 所以后面呢 只能再加上这个to to wait here 不能说but wait here 这就错了 好 这句话看完了 看下句话 then they arrived just when we wanted them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到来的时候呢 when we wanted them 是时间状态从去 这次是整整好了 整好在我们让他们 想来的时候呢 这时候他们来了 让他们往来一个半 让往来半个小时 他们一般早来半小时 到这时间刚刚好 作者说得很幽默 这是第一段 看到这儿 第二段讲了个小故事 谈到这个准时手势问题 非常有趣 我们把第一段 先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